很多時候我講到做運動 或者有時不覺意線親 或者下雨的時候 插錯腳就會說扭傷人帶 當然整身很多地方都有人帶 比較常見一點 因為線親、意外、踢球打球 下肢是比較多些 大家聽到人帶扭傷 或者拉傷人帶 這些terms 第一個反應就是 是否要做手術 還是可以物理治療 今天想跟大家講講 其實有部份人帶 最終都要向手術方向去處理 但有部份就不一定 之前我提過 人帶受傷分開一級、二級、三級 一級輕微拉傷 二級部分拉傷 三級可能就斷了 我提到在膝頭科裏 其實有四條重要人帶 分別是外側 這是外側 這是內側 而在裏面 當菠蘿蓋揭開之後 再把膝內骨咬起 大家可能會看到 有一條這樣的 少少透明的 這條叫前十字印帶 因為在前邊看到 前十字 而後面有一個 這條叫後十字印帶 你會發現 這些印帶 內側和內側 雖然你看到 它都是一條 但實際情況上 它是跟關節囊 混合在一起 它不是單一條 它是一層 厚一點的地方 內側和外側都是 所以外側和外側 有時你受傷 你不一定要做手術 可能自己會好 當然 嚴重者就另計 不過 前十字印帶 和後十字印帶 它是真的 零零丁丁 自己圓浮 這樣一條 通常這些印帶受傷 做手術的機會率 特別高 特別是前十字印帶 如果你要下去 我真的斷了十字印帶 我又很喜歡做運動 或者是比較年輕一些 生活習慣 比較活躍一些 很多時候 都可能要做手術 因為它本身是一條 自己獨立的 它不是黏在關節囊 所以 有些地方 我們不用做 因為 可能 它自己會慢慢慢慢 通過肌肉訓練 或者其他地方 都會有些包圍 視乎你的情況 而定 還有 就是腳肘 腳肘 很多時候 腳肘 跟前十字印帶有些不同 就是 它有少少像 剛才那些 內側 外側 都原來在 關節囊上面 只不過 整陣都是叫關節囊 包著的關節 有部份 厚了 所以 有些人 這裏印帶斷了 不一定做手術 可能通過一些 物理治療 或者一些自身的 我們叫做 自身本身的 本體感受 的訓練 都可以令到 那個印帶 慢慢的功能 回復 但都是那句 無論你哪一種印帶 受傷 或者你哪一條印帶受傷 都不是單純你自己 感受 就行 要通過醫生 或者物理治療師的檢查 才可以斷定到 甚至乎 要照一些 我們叫做超聲波的 一些檢測 才知道 印帶有沒有斷 不過 有時候 需要做手術 有時候 可能保守治療 讓大家知道 原來處理方法 是這個方向的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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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u 是 這些方向的 有時候 找到 麻煩